洪仲秋往死这一个月来 大家都看到他的姐姐洪慈雍 誓言要替弟弟讨公道 而镜头前他总是非常的坚强勇敢 不过连日来的武装 在昨天洪仲秋的告别式这一天 完全瓦解了 从告别式的会场 衣冠的过程 到最后火葬的仪式 伤心的姐姐洪慈雍 数度累不 如果眼泪能让家人再见 仲秋一面 姐姐肯定会毫不犹豫 用双眼交换 在坚强的心灵 面临生离死别 也难幸免 弟弟亡死一个月 镜头前走失勇敢 保护家人 追求真相的洪志庸 努力扛起 替弟弟讨公道责任的瘦弱肩膀 告别式这一刻 也难承受 躲在黑色桑符里 跟着诵经节奏 微微抽搐 亲人朋友的拥抱 似乎给了洪慈雍 重新武装自己的勇气 柠檬照片里 那张永远也回不来的 熟悉笑脸 整整三分钟 擦掉口罩下的内痕 收拾情绪 或许姐姐知道 如果让弟弟看到 这么多不舍得 不甘心 他怎么能 放心走 这真的是弟弟 在世上最后一段路了 能做的只剩替弟弟撑伞 告诉他好好跟着姐姐 洪忠雄的棺木 从家里一往火葬场 不久后 夜宴火蛇 就会无情实现 天人永隔的恶梦 毫不犹豫 挖解 洪慈雍的防线 拿香的手 苍白颤头 眼泪 毫不争气 就像断了线的珍珠 浸湿眼眶 和阻绝哀伤的口罩 这段路 好长 好远 洪慈雍 得揪着胸口 才走得完 要给你帮中秋 拜托一下 姐姐不怕苦 不怕累 但还能做什么 弟弟的冤情 依旧是海里 还没浮起来的大石头 唯一肯定的是 眼泪将继续伴随洪家人 度过每个思念 中秋的夜 中新闻 综合报道